下禮拜五就是元宵节了 今年新北市平溪天灯节 今晚将在平溪国中举行第二场活动 预计将会释放高26尺的拼贴天灯 一共汇集了多达1040个 包含中文、英文、韩文以及日文的愿望 用胶带一圈又一圈固定出天灯支架 大天灯的雏形逐渐出现 最后再套上天灯值大天灯成形了 外头印有中英日课国语园有1000多个愿望 相互拼贴而成的天灯 是这一场天灯节的超大组灯 它光是那个纸张的状况就有超过30公斤 所以说本来要做20尺的大天灯 我们把它增高到26尺 刚好顶到这个天花板这样 成载的愿望实在太多 大天灯size也得被迫加大 一旁的工作人员也加紧赶工 制作晚上要分10坡施放的2000盏天灯 但强烈冷气团报道还伴随着水气 湿又冷有没有可能影响晚上的天灯施放 这个地方就是湿就是冷 所以说湿冷的地方它适合放天灯 干燥的地方就不适合放天灯 所以说我们这个放了这么久 几十年那天从来没有发生过灾害过 会场外头也挤满来捕捉天灯 释放风采的摄影爱好者 但现场却起了小冲突 早上就没看人了啦 我这点我来就看白了啦 明明一早就来第一排好位子 却全被脚架给占光光 民众不满直言这情况前所未见吵了起来 但已有人是梯子雨伞 街西穿边边 管他第几排通通拍得到 我本来就预定在后面的 因为我太高了不能在前面 下周五就是俗称小过年的元宵节 最后一场天灯施放 届时也将登场 预料将为平溪小镇 再带来浓浓的过年味 有点TV 综合报导